大家平安 欢迎回到圣州灵修 我是李苏阳牧师 以赛亚所描述的这位救主 或者是弥赛亚 就是他在书中 他记得书中所形容的仆人 的那些形容 几乎都应验在我们的主耶稣的身上 耶稣除了样貌平凡 一般般甚至起貌不扬 也被当时的犹太人的领袖 嫌弃 甚至被拒于门外 除此以外 他也为了我们的缘故 承受了极大的痛苦 其实吃苦受苦 有什么可怕 或是什么值得一提的呢 中国人不是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吗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能够吃得起千辛万苦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取得成功和富贵 这样才能成为别人尊敬 受人爱戴的人 也就是因为这句话 我们总是让自己的孩子 学生 新人 尝尽苦头 因为都是为了他们好 要让他们成为人上人 可是在现实的生活中 我们也有很多的那些富二代 没有吃过什么苦头 也混得很不错啊 所以吃苦跟成功 其实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 可是 却有它独特 它特有的意义 以赛亚是这么说的 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中间就是在于那诚然恶子 他不是被逼的 被强迫的 而是心甘情愿的 可是我们却不知道 因为我们不知道 这仆人是心甘情愿的 我们还以为什么呢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 被神击打 苦待了 我们以为神是故意 有意让他受苦 是故意折磨他的 有人把这种行为 称之为虐待 神的虐待 哪知 怎么知道 我们万万都没有想到 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他是为了我们受苦的 他受的苦不是为了自己 也不是为了让自己 能够成为人上人 而是为了我们 为了我们的过犯 为了我们的罪 换句话说 这仆人 我们的耶稣 他是无辜的 他是我们的代罪羔羊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他受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鞭伤 我们得医治 是的 因为我们需要平安 我们需要得医治 因为我们有病 我们没有平安 也许你不认为你有病 你也不认为你不平安 事实是 我们都有病 我们都在一天一天的走向死亡 我们的身体是不完美的 是走向死亡的 这不是病吗 我们是不平安的 这里的平安 不单只是说 没有事情发生 不平安 是代表着 我们跟人 跟神 没有和睦的关系 我们跟生命的人 跟上帝 甚至跟自己 也没有平安 也没有完全和睦的关系 以赛亚阿帕 读者们无法理解这么抽象的形容 就继续的说道 我们都如羊走迷 当时的以色列人对羊很熟悉 把人比喻成羊 是绝佳的一种形容 一种例子 而且不是一般在羊圈里面的羊 而是迷了路的羊 不管你是羊还是人 当你迷了路 当你不知去向 是你的去向如何的时候 你肯定心里会有不安 会有慌张的时候 那么羊为什么会迷路呢 因为他个人偏行几路 他个人偏行几路 他就是喜欢自己走自己的路 我们也是那种喜欢自己走自己的路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顺着自己的心意 我要我的 当我们把自己 放在自己的生命的中心的第一位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忘了看远方 看前方 我们会很容易忘了向前看 忘了我们的目的地是哪里 是什么 所以也就会很容易的迷路 很容易的迷思 这位身负重任的仆人 他就犹如一位好牧人 他不愿这些羊继续的走迷 所以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 都归在他身上 换句话说 这仆人他成为了我们的代罪羔羊 把我们应当承受的苦 都往自己的身上揽 因为耶稣在两千年前 为了我们走上十字架的缘故 使我们今天可以享受美好的救恩 而这十字架的路 并不是平坦的 而是一条苦路 也许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苦境干来 因为他的受苦 我们今天可享 美好的救恩 这过两天就是受难节了 在纪念耶稣 为我们受罪之际 让我们也思想 我们有哪些罪 有哪些过犯 有哪些不适 是让我们的耶稣 为我们的罪受苦 我们有哪一些罪 把耶稣钉在指甲上 让我们把这些罪 把这些不是 把这些过犯 都带到神的面前 来向他认罪 悔改 让我们来祷告 神啊 我们都好像羊一样 迷失了方向 迷了路 因为我们 都只是想走自己的路 求主你饶恕我们 感谢你 为了我们这些罪人 承认 心甘情愿地 走向了私家的道路 在十字架上 流出了你的宝血 让我们得救 洗净了我们的罪 主啊 感谢你 求主你帮助我们 在思考十字架的过程当中 也让我们 可以认罪 悔改 感谢你的救恩 感谢你的十字架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明天将会是 这圣州灵修的最后一天 我们明天见 感谢您的心意